大家好,我是天狼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 月季小花包出来了 这时候花友特别愿意干的事情就是 扒拉来扒拉去看看 我上面有几个芒芽 然后这芒芽我到底怎么处理 是否是给它剪掉还是怎么弄 那么首先我们要识别一下 什么是芒芽我们来看 你看像这一个 这个叶没有展开 这个芯里面有个新的叶子又长出来的 反正这样的说明它还是在生长的过程 它就不叫芒芽 这种只是说它长得慢长得弱 但不叫芒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一根你看 这个芽点 这个大叶已经展开了 但是芯里面没有小叶子长出来 那这个就是芒芝 那么出现芒芽的主要原因是啥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肥料不足 这是很容易长出芒芽的 但是很简单你看这一颗 感觉郁冲冲长得很壮 它没有出现感觉肥力不足 它为什么会芒芽呢 我们来扒开仔细看一下这根枝条 你看上面同样这一个位置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芽 六七个芽 同时在这一点点的部分集中的出现 所以就导致了它其中最大的一个芽 它都忙了 就意味着这块芽点流太多了 那么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一根枝条 其实这是我们修剪的一个后遗症 修剪的什么样的后遗症 就是修剪的时候没有细细细节没有处理 你看这根这条很细 这个老的枯枝都在上面 这根这条原本应该从这里解掉 如果从我手指这个地方解掉 你看下面这几个大芽全部都带花包 很茁壮就不存在芒芽 正是因为你偷懒细节没有处理好 顶端的这个细弱枝才会存在 才会发了一堆的芽 那么出现这种芒芽 我们需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是这种 因为细弱枝我没有修剪 到位导致的芒芽 把它顶端剪掉就好了 如果是你这些组织上面长出来芒芽 像这种粗壮的长出来芒芽 这个往往多数都是肥水不足的情况导致的 你千万不要去剪它 还有一个就是春天刚第一波萌发出来 出现芒芽的时候 你不用担心 大量的灌肥 它的芒芽会忙得很短暂一个时间 然后接下来在芒芽的根部 可能侧芽会萌发 变得粗壮 也可以芒芽继续它 芒芽顶端其实还是有一个芽的 怎么原本要形成花 最后它形成一个隐藏的芽 最后它还继续萌发 能够继续开花 这就是春天月季的一个好处 因为它在春天气候适宜的时候 根系发达 只要肥水充足 芒芽也能打破芒的限制 当然了夏天就很难搞了 夏天我们要把芒芽剪掉 然后刺激它萌发 春天不用 所以说春天你分两种 一种弱枝的 我们可以把弱枝剪掉 那么壮枝 你就不用管 多给点肥就可以了 就这么处理 千万不要过于盲目的瞎搞 我是天冷 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说一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